在斗罗大陆最新剧情中,唐三率领一家四口回到了浩天宗,这次回浩天宗主要目的是取回属于唐浩的两块魂骨,并且祭拜唐浩的父亲。 但没想到的是,当年唐三承诺二长老的三件事已超额完成,浩天宗五位长老还是百般阻挠,而作为宗主唐浩的大哥唐孝,对此事也不敢直接反对他们,这到底怎么回事呢? 他们到底有什么底牌能让97级唐孝惧怕呢?其实,在唐孝的心里,一直以来都不觉得弟弟唐浩有做错什么,毕竟人类都是有感情的,换作是唐孝他也会为了保护阿银与五魂殿抗战到底,可见唐孝也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,但是阿银作为一头十万年魂兽,就算变成了人类,杀死后也会产生魂魂魂骨,所以五魂殿对其展开疯狂的捕猎行动。 最后,阿银献祭了自己为代价,保护了唐浩和儿子唐三,之后,唐浩也是重伤了当时的教皇千寻集,五魂殿自然不会放过唐浩,并且把所有仇恨转嫁到浩天宗的头上,在强大的五魂殿迎威下,浩天宗五魂长老们自知不敌,更选择了避世修炼。 当年唐三第一次上浩天宗,想要帮父亲唐浩辩解,奈何他魂力只有57级,在五魂长老绝对实力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 第二次上浩天宗时,唐三也才是65级,之后,唐三第三次上浩天宗,唐三此刻的实力不但突破到了封浩斗罗境界,而且还拥有神器海神三叉戟的加持。 对于唐三这般年纪用这么短的时间,完成了二长老提出的三个条件,更可怕的是唐三蓝银黄五魂上一堆十万年魂环,五魂长老早已吓得魂飞魄散。 但唐三提出,不仅仅要让唐浩回归宗门,拿回当初属于他父亲的魂骨外,还想让父亲祭拜唐三的爷爷,而现在唐三说起话来,本来就直言直语,这也直接惹怒了这五大长老。 于是,对唐三发起挑战,只要唐三能抗住他们联手一击,便答应唐三请求,这个联手攻击技能正是五魂长老底牌撼动天地融合技能。 要知道这锤撼动天地可是众人多年一起修炼所悟的,即便是面对99级绝世斗罗,他们五人也绝不退缩,更何况唐三现在的魂力才93级,只可惜他们对战的人是挂王唐三,在唐三一系列简单操作下,他们最终还是落败。 二长老更是无言面对,选择自杀,幸亏唐三拦住了。 对此你是什么看法,欢迎留言讨论,谢谢。